中国甘肃一辆运载电池的货车淋雨之后发生了爆炸造成6人受伤 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 山西一处隧道入口的上方突然发生了土崩 将隧道口掩埋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闭路电视拍下这座40多米高的山体突然崩塌的惊险瞬间 事发时 有汽车刚好驶向隧道口 索性及时察觉赶紧转换车道逃过一劫 当时呢 就是从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山头就是把这个洞 洞口就是全部就满在做了 洞口就全部就满在做了 当时呢 我们到现场以后 现场只留着大约五公里车辆 到现场以后我们就立马就 调集这个公司的养护力量 调集这个八级的坎哥 这样就是说轻松一条车道吧 现场只留车辆车辆 据报道 这次发生土崩是因为近期的强降雨 导致山体上方土质松软 同样受到雨水之害的还有甘肃兰州的这辆 运载大约10吨电视的货车 电视在淋雨之后发生了爆炸 造成附近房屋商店的玻璃被震碎 周边多辆车受损 由于当时雨一直下 当局担心会发生二次爆炸 于是疏散了周围200多户居民以及商家 电视是一种化工燃料 预水之后释放出热量和可燃气体导致爆炸 这次发生了周围200多户居民